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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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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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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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金聲金教》的導演韋斯克萊文 他第一部電影叫做《殺人不分左右》 然後 《殺人不分左右》好看 對,舊版的 這個馬大英文 我知道,我很熟啊 熟啊 重點就在於說 《殺人不分左右》那部片子裡 他的血清暴力場面 可能就是以那個時代背景就拍到那樣子 差不多了 結果沒多久 沒多久在大概 《殺人不分左右》是70年代的片子 然後在香港新浪潮時期 有一個導演拍了一部電影叫《山狗》 就是在講五個小混混去強姦了一個女孩子 然後還害死女孩子的哥哥 結果那個女孩子的爸爸 就去報仇要殺這五個人 那裡頭他在追殺那五個小流氓過程裡頭 就用了很多很殘忍的手段 那他那個片子其實就有點受到 就是美國那一波的那個B級片的影響 所拍出來的電影 然後他在裡頭所使用的一些 就是關於殺人橋段的描述方面都非常直白 甚至於說更誇張 就好比說我們在看那個 《殺人不分左右》這部電影 後來在2000年之後他有重拍版 然後在台灣片名叫左邊最後那棟房子 最後結局是那個女主角的爸爸 他把那個傷害他女兒的那個大壞蛋 把他的頭放到那個微波爐裡面就把它炸掉 然後他又把他演出來 那可是同樣的東西在我剛剛提到 《山狗》那部片子他就有出現 他是類似的方法他怎樣 他把其中一個人吊起來以後 下面擺了一個箱子 那箱子裡面敲滿了很多的釘子 然後把那個人就直接 往那個箱子以後丟進去 然後整個頭就用殺進去 然後最後那個人頭就一直卡在 那個都是釘子的箱子裡面 然後最後他終於把那個箱子丟掉 整個已經寫容模糊面目全非那樣 那我為什麼會提到這個點的部分 就在於說我接觸的那一批《少師電影》 他有一批的作品就是這種B級片的那種 歐美B級片的套路 然後他在這一類的血腥暴力場面的描述上面 其實是比原始他所取經的作品更過火 更血腥更暴力 像前一陣子我之前有分享過一個DVD片 那個時候我跟大俠應該有提過 那個一部叫《無法無天飛車黨》 那這部片子其實就是取經那個 《殺人不分左右》那部片 他其實就是取經那個故事 因為甚至連最後結尾 跟那個那個小流氓對峙的橋段 幾乎都一模一樣 然後甚至也出現那個拿電鋸 只是在那個《無法無天飛車黨》 他是用那個 就是我們不是有一些那種小型那種 船後面那種馬達引擎嗎 他用那個引擎的葉片當電鋸 去把那個小流氓鋸死 然後天生地把它拍出來 就類似像這樣的橋段 充斥了很多血清暴力類型的作品 在那個時期的邵氏電影就特別的多 那除了血清暴力以外 那個時期他也受到日本的那種粉色電影 就是軟屍色情片的影響 那也有拍一些類似題材作品 然後他把它融入了一些 武打動作的一些橋段 像我自己看過的那個時期的這類作品 像《女集中營》 還有《蛇殺手》 甚至於像《粉紅煞星》 這些都是邵氏時期裡頭很有名的幾部 走B級片路線 然後又融合了日式的那種 軟屍色情片的元素的一些作品 然後他在用一些比較屬於 港式電影的那種調性 就變得比較像 我們稍後會聊到的那個《逃出立法院》那樣 他有融入一些屬於 港台地區觀眾看的會有感覺一些元素 他就把這些東西擺進來 所以有很多人在聊到邵氏電影的時候 我常常會想到說邵氏電影不是很多 那我像剛剛《逃出》哥提到了 以前劉嘉然他們那些武打功夫片類型的 都能聊到邵氏 一直認為說邵氏電影就是 武打功夫片的那個啟蒙的一家電影公司 這個只能說講對一半 因為邵氏電影其實在那個時期 他也拓展了很多 後來我們常會去看的一些香港電影類型 風月片也是邵氏開始的 然後像我剛剛提到那種B級血清暴力片的 也是邵氏開始 甚至於說以前有一部片叫《有鬼子》 也是很典型的那種奇幻風格的一部片 甚至還有 《有鬼子》 對有一部電影叫《有鬼子》 那個汽油的有鬼是日本鬼子的鬼子 《有鬼子》 是這樣的一部電影 然後甚至還有一部片 然後甚至還有一部片這樣 他是把它融入像是 叫什麼第三類打鬥 那裡頭也是奇幻啊科幻啊武俠什麼 全部大雜匯報 其實邵氏電影它什麼類型 他都有詳細 所以其實你要去概括邵氏電影 他為什麼要去聊這件事情 其實很難概括 但是要我用結論來講話 就是邵氏電影它是作為香港電影 一直到我們認定的90年代的那個 香港電影黃金時期之前 很重要的一個指標性的電影公司 因為很多作品都從他們開始 那個我補充一點好了 其實那個雲松講的基本上就是 邵氏電影的他們整個概括啦 但是《半明柱》比較想聊的應該是邵氏武俠電影 對吧 因為我看你在群組裡面聊的幾乎都是講武俠片的部分 對 這麼說來應該是這麼說 邵氏的領域大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過去其實不太容易看得到 對因為台灣 我們能夠看得到的 我這邊我打斷一下 也不算完全看不到 之前那個時候 我忘記是德利還是劇圖科技 他有去跟那個 當時劉德華的天影娛樂那邊 劉德華的天影娛樂後來有買了一批邵氏片的版權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有跟劉德華的天影娛樂買了版權 然後發行一系列的邵氏修復片 現在在光華商場一百塊一片都還買得到一堆庫存 對但是電視台有播嗎 呃有之前 微來電視台出播率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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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但是大部分人好像不太清楚 對這個這個我可以接那個介紹一下 那個在那個王金 對王金他有出回錄叫做這個少年王金跟江湖王金 然後他那個江湖王金那邊就有提到說 因為王金他其實是從邵氏片場裡面出來的 然後他先到邵氏片場然後他再到TVB做港劇 所以他那時候很了邵氏內部一些東西 然後他那時候是書裡面是說 邵氏那時候對版權掌控的其實算非常嚴格 他那個邵氏老闆邵逸夫 所以王金一直稱讚他說 哇這個老大哇他的商業思考 哇深思熟慮 非常非常厲害 他不爛賣自己的版權 他一直把自己的自己的片庫 hold了好幾年終於遇到了一個好的版權賣 然後他才把他賣出去 然後那些賣家也很認真的把這些片庫都修復很好 一直到最近這幾年我們才能比較常常能看到邵氏電影 像以前邵氏電影接觸度不高 是因為說那個時候在電視台啊 或是那個什麼電影台很多很秀那時代 那時候邵氏還是對自己的版權酷 不爛賣不爛不亂丟這樣子 所以這是邵氏跟其他的香港片場策略不太一樣的地方 剛好大俠講到我忽然想到那個邵氏的賭片也是 就賭博賭博電影也是邵氏代理的風潮 那個時候王金也有參與在裡面 不過應該是說這麼說好了 我要說明一下為什麼我小時候從來都很少看到邵氏的東西 應該也沒有這樣講 就是我最後看到邵氏的東西已經是 真的可能國小 可能一年級 二年級 就是可能電視台偶爾會播一下 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那時候其實也是已經是邵氏的末期 因為我小學的時候大概1990年 邵氏其實差不多要瘦了 因為那個時候是佳和的年代 這個是這個還是我看的那個紀錄片才 才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我上個禮拜不是在講那個嗎 邵氏出品鐵拳飛踢真功夫 那一支紀錄片 就是把 邵氏拍武俠片 然後拍到一半 然後他們遇到李小龍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沒有用李小龍 然後他們介紹成龍 他們也沒有用成龍 之類的 然後後來佳和全部都他們收 全部都他們收過去 然後佳和越來越壯大 然後邵氏就越來越那個時候 就開始慢慢淡住 然後就去做電視的這樣子 反正我的姿勢 基本上是先從那邊補過來 很年輕喔 熱騰騰的 才兩個禮拜而已 然後剛好那個 醋哥講到邵氏電影 我記得邵氏最後一部商業片 正確來講最後兩部商業片 一部是菲子孝 另外一部是那個 吳京演的一部電影叫醉曲 醉猴 台灣片名叫醉馬六 然後那個 香港叫醉馬六 台灣叫醉馬六 然後劉駕良跟劉駕輝都有演 講反了啦 醉馬六我有聽過而已 在這之前應該是說 在這之前 我台灣看的時候叫醉猴 沒有 那個衛視電影台叫醉猴 DVD發行叫醉馬六 我在電視上看到的 因為那部片我有買DVD 所以我知道 你們所講的事情都透露出一個現象 很明顯 就是台灣人對於邵氏其實 有很嚴重的斷層 我敢說啦 我爸媽那一代應該常看邵氏 我爸媽那一代的邵氏 很厲害 不過我要提醒一點 邵氏嚴格來講沒有到 因為邵氏後來 他組了一組人 然後組了一家叫做大都會電影公司的 電影公司 那家電影公司拍了 威龍闖天寬 拍了破壞之王 那個也是邵氏系統 然後你現在可以在邵氏的片庫 看到周星馳的這幾部片 那幾公司也是邵氏的片 嚴格說起來邵氏從來都沒有收過啊 只是邵氏不拍電影而已 他變成了TVVS 邵氏後來去做電視了 對就是他從電影業跑到電視業去 然後他還是一樣非常賺錢 我們的你可以看到我們那個邵氏的開頭 邵氏的開頭叫BS SB 小Brother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個什麼 後來我們那個什麼電視台就是TVVR 所以他其實就是邵氏然後跑去電視業的意思 對啊 然後好那個什麼 我要這麼 老是你們每次一直出來講話 然後我的話被打斷了 我要怎麼接下去 你要聊邵氏電影的根本原因 是因為那個網飛的那部紀錄片 然後 然後我 你們的事情應該接在我講完以後 然後你就突然間講後面 在講他默契的事情 因為你講的事情已經是女性復仇電影了 對不對 原東喜歡從後面來 對他都喜歡從後面來 因為你講這個情 簡單的說 小富我要進來了 台灣的台灣的電影 好台灣的電影業其實也有類似的情況 就你們所講的情況 多半都所謂的競險癲狂 然後開始出進絕招 然後那個什麼就是 博取大家的眼球這件事情 通常是在 快要沒命的時候才做 台灣電影 也曾經有過這麼一段時間 台灣電影之前 也是那個什麼 瓊瑤電影很新生 然後到了70年代 突然間開始出現多奇怪的東西 然後錄影帶一出來以後 然後更怪異 就是很多 如果你有去看那個什麼 一個 那個那個粉專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 可惡 獨流 獨賣 如果你去看獨賣的那個粉專 的話他專門在介紹 就是台灣在80年代末球年代出 錄影帶 跑進來的時候 然後拍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但是很厲害 我那時候都一直在講說 我幹這太屌了 我都想不到這台灣人弄的 那種那種東西叫什麼 我都給他取一個名字 要隱藏版的電影工業 這這個東西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國家電影之館 絕對不會想要去講的東西 可是台灣真的實實在在 曾經出現過 這樣子的東西 是有出現一個產業的 然後那個東西其實很有趣 台灣的BG片 是啊 我應該是說 這是台灣的BB片 然後而且台灣的B片 其實有的時候 還真做出一種噁心 跟那個 那種 像之前那個邪魔 對啊 就吃蟲子 那一定真吃 台灣那個時候 才沒有什麼厲害的電影技術 就一直真吃 真的傻蛇 對不對 對啊 那那個時候 所以我才會講說 你在講邵事的那個 應該他那個東西已經在很後面了 很默契 對 就已經算是邵事電影 開始慢慢上滾到之後的事情 不過我今天想要提的東西 其實也沒有那麼 也沒有想要再聊整個邵事 因為邵事的年代其實那個時候還 滿滿廣的 你知道嗎 我在大學的時候 有看過一陣子張冊 是因為我 有一陣子很想要研究吳宇森 然後從吳宇森一直 一直回溯到張冊 對 那可是最近 後來有一段時間 我發現那個時候 這是在看完那支紀錄片以後才發現說我有一個斷層 就是劉家良的東西 因為我對於劉家良 說老實話真的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熟啊 超級不熟的 是要一招到看七件 然後我才認識劉家良這個人 而且很有趣喔 我後來看了少林 就是我在看完少林36房以後 我很確定七件 不是劉家良做無數之道 很明顯 很明顯 就很明顯 就不是他的東西 那個是董偉的東西啊 對啊 因為我後來就是聽到一些小八卦 就是雖然名義上那個劉家良是掛 無數之道 七件無數之道 但是事實上那個時間點 劉家良已經 就是那個什麼身體 不是不太好 其實我講句老實話 出個七件內物騙劉家良 唯一有下去倒的就是 那個劉家良在騙尾的那一段打戲 他自己下去打的那一小段 那一段是他自己倒的 其他方面都是董偉跟另外的武術指導在弄 那這個東西 好啦 那個秘心我覺得那個 我後來知道了很多 所以 但是我覺得好像不移不移再說出來 那個已經有點太太太幕後的那個可怕事情 那好 許客店有好多武術指導 就是 反正有錢九分 但是我現在想要提的不是那個東西 就是說 因為 上禮拜 我講的那個紀錄片 然後我才想說我要去瞭解一下劉家良 然後呢 我後來也是發現說 會放出政治紀錄片很明顯就是因為他進了一批邵事的店 所以我們可以在看到很多邵事的東西 就還蠻棒的喔 就是你現在是想要因為你以前 我真的覺得串流這個東西啊就是一個那種 像 像那個 顧雄你喜歡 DVD 你會親自去收集 可是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會 但這件事情的門檻其實很高 換作說 我常常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非常吝嗇的人 我其實很不願意花 七八百塊 一部片 對不起 我更正 我那時候為了買那個無法無天飛車 我花了三千多塊 對 那就是我以我的觀點 我覺得我是我的可能的五六百塊我都覺得有點困難了 而且那個時候台灣這邊的紀錄片 他的DVD 或是藍光 就得那個什麼 像我買藍光跟DVD 我其實很在意的是我除了看到電影之外 我還要能夠看到別的東西 花絮 對花絮幕後 然後導演講評 那這些東西因為我英文又早又不是很好 所以我很希望那一定要有字幕 不然的話對我來說那就是 就是沒有啊 說老實話 就是沒有 對那 而且台 可是台灣在做BD跟DVD的那個什麼 介紹方面又真的很雲裡霧 你看花 其實這個部分我打斷一下促哥 因為主要他這個台灣DVD產業我講句老實話 因為我之前有跟一些那個疊片圈子的朋友在聊 他們就提到一點說台灣這裡其實是國外片商給什麼片源 他們就壓什麼片 是啊 但是有沒有中文字幕 你有沒有中文化的部分也是要看外國人給不給你做 但是話說回來他們都不要因為講說裡面有沒有中文字幕啊 對啊 這就是我最氣的啊 我就講更直接一點 像之前那個JJ亞伯拉罕 我這邊離題一下 之前JJ亞伯拉罕監製的那個大君主行動 台灣只有發4K的藍光片跟那個DVD 然後明明花絮最完整的BD 為什麼台灣不發 因為他正片連中文字幕都沒有 也就是說最常發生的就是他們實際上沒有中文字幕 可是他們在最後面後面那個標裡面 他不願意告訴你都沒有中文字幕 所以你很容易就會買了以後發現 乾媽就只有正片有中文字幕 我後來那一片是藍光連中文字幕都沒有 或者是雙疊版的另外一片完全都是沒有中文字幕 你當我媽的外國留留留美喔 還是怎樣的 我其實很火這種狀況 所以我後來越來越不喜歡 去買那個除非 除非有人告訴我那東西到底有沒有中文字幕 而且這件事情還是在十年前 比較有人在講這個 最近幾乎都沒有人要搞這件事情 有啊 蝶片社團其實都有在聊啊 但是蝶片社就是你看蝶片社團的時候 他們在聊這大部分就是都沒有啊 對不對 那我幹嘛買 也是 因為DVD在紅的那個年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藍光的臉幕後收入其實也做得很不好啊 這是真的 對啊像 前一陣子買的那個營業燒走二零四九 超級火大了 那別提了 那個幕後好爛 就是一堆廣告塞進去裡面 我都做得比較好 只是氣死我 我講的不客氣一點 陰翼殺手那部片子 像以前福伯的那個版本 之前那個藍光有發五蝶版 那個才叫貨真下實 誠意滿滿 不過台灣沒有帶領 五蝶版一樣啊 我誠意買了以後還是美中文字幕啊 沒有 沒中文一回事 他的花絮是完整的 他的片子 就是版本是收的最完整 陰翼殺手當時買到那個時候 最好的部分就是他有出雙蝶版 雙蝶版的第二點 就是一個是一支紀錄片 叫Dangerous Day 那個就是一個一部那個 大概長兩到三個鐘頭 左右紀錄片 把當時的不好的事情 然後發生了糾紛 全部都講一講 這其實是很不容易 因為你很難看到一個幕後 去講這種事情 就是吵架 然後那個誰誰誰跟誰有糾紛 然後就是已經過了20年了 然後那個什麼 那些編劇那個都已經試過 今天然後他還甚至直接在紀錄片 裡面就講說這件事是我的錯 這個不容易你知道嗎 超不容易的 感覺不就像叫舒馬克 終於在蝙蝠俠四雙疊版的DVD承認 因為他已經 而且因為他那個時候 那支紀錄片 可能本來不是做這個幕後收錄用 就是真的看起來就是一個純影迷 然後就是想要把這些事情 想要弄得更清楚 然後就是去做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在DVD要出來之前 再去訪問的導演 因為那個導演 那個什麼 那個東里斯考特啊 跟雷迪斯考特 都還有接受訪問這樣子 那樣子 很不錯啊 就是應該說 應該說台灣的DVD 市場很詭證 就是大部分的那個什麼 片商並沒有 沒有太多的餘的支 支援可以去做行銷 所以更別說 他們還要特地翻譯翻譯 所以那個東西 其實不是每次 只是那麼不願意花那個錢 沒有花不願意花這麼多的錢的原因 也很簡單 就是不會賺 所以不會賺的事情 你不要做 你覺得沒有市場 就是這個其實我也能夠理解 就是你沒有 你你多花這個力氣 事實上 沒有辦法把市場打開 然後評估以後 就覺得這個東西 還是不要弄 對啊 好 繞了這麼一大圈講了 老半天 告訴你為什麼 我其實只是告訴你 為什麼不想買DVD而已 對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不會特別 去為了一個芯片 然後去買東西 對 然後再加上你剛剛在講說 比如說那個什麼 在電視台 他的事處又不是那麼那麼那麼長有 所以這導致我們很 這一輩的人啊 對於港片的這個認知 幾乎全都是周星馳 就應該正確來講80年代中後期的片子 就是你從龍翔電影台一直不斷重播的東西 奠定了我們這一輩的人對於港片 那個什麼集體記憶 對 那當然也有還有成龍啊 對 有成龍 然後 周潤發少一點點 越來越少了 沒有 賭神啊 英雄本色啊 英雄本色你其實也很少在龍翔電影台看到 現在的重播率也很低了 對啊 你最常 最重播率最高的就是唐伯虎點秋香啊 周星馳電影 然後成龍電影現在重播率也不夠 或者是那個什麼東遊記西遊記嗎 對啊 所以我要講這麼多的原因是說事實上我們這一輩人對於少士的 那個什麼知識其實是已經很薄弱了 印象薄弱 那當然我可能更薄弱一點因為我的那個高中時期甚至是不能看電視 所以我的第四台我家裡面還沒第四台 老爸覺得太花錢了然後後來有一天人家把他撿 然後我們就沒有了 很久以前就是三台然後沒有那個我要上去喬天線 我有一個喬天線的一個集體記 有一個記憶在那邊 然後還有一隻手在那邊盯到啊 有訊號囉 不要動 只是為了要讓家人 在大概1997 1998年的時候我在搞這個 我在搞這個欸 你們都已經在看第四台的年代了 然後我在那邊瞧那個東西欸 你可以知道我家多遠死嗎 對 在Cable台來之前 每個用天線看電視都這樣 但是我要告訴你啊 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才去做傳播 才會學傳播的啦 我就是一個你一直在限制我沒有不准我看這個東西我越想去看 所以我後來去學這個 對啊 那可是後來那個時候 大學畢業之後家裡面也沒有什麼第一次來啊 你去你 你們應該現在家裡面沒第四台了吧 對不對 我是用LOD 你還有LOD 你還有LOD 大俠欸 大俠家裡面有第四台 你的家是 就是在台北這邊租一間然後那個什麼 租一間房間這樣子啊 完全沒有 對啊 就是後來網路化吧 我們 我家有第四台 你在你在那個什麼 法國有第四台 我 不是不是 我高雄的家有第四台 而且 而且每年是不是要獎四千塊還是五千塊 什麼這也太貴了吧 你應該要少一個零吧 還是這 還是這是十二年前的價格 我不曉得 我很久沒有問第四台這件事情了 可是沒錯 但是我老家還是有 第四台每年 但現在要多少錢啊 因為他們不會 他們不會用 他們不會用網路電視啊 然後我還沒叫他們用網路電視 可是你一打開 然後隨便切個數字就可以 就可以看電視了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用網路電視的時候 你可能 呃 沒有 剛剛發生什麼事 剛剛是每個人突然間搶白以後 然後在同一個時間停下來 然後就是空 一片空白 你知道嗎 你不要去一人搶話 然後在同一個時間放棄而煩 你知道嗎 很好笑的 不是 大家都想搶啊 這個就不要搶 然後大家都算了 等一下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多少錢 但是我們家 好啦我跟妳講一下 蘋果 我大概是我們這一邊 應該講 基本上你只要是一個人住外面的 你可能就很少會訂第四台 因為都看網路就好 可是基本上你只要是住在老家的 你跟爸媽同住的 或是你沒有搬出去的 一般家裡還是會有第四台 因為畢竟第四台看東西也很方便 然後有的沒的也都在 對啊 目前地四台的 這比較方便 目前第四台的廢業會看地方而定 通常是每個月三百到五百之間 看你有沒有簽什麼合約 例如說 你第四台含網路 含有的沒的什麼之類的 就不一樣 通常如果 你只有 等一下 那我剛剛給他 那我剛剛給他漲價了 對啊 所以我剛剛講4000 我覺得有點驚人啊 沒有啊其實沒有沒有 其實你講的 你講的也沒有說因為 那不是12年前的價格嗎 還是怎樣 通常12年前一個月差不多五百塊左右 光是有限電視 但是現在因為 對12年前之後有限電視 差不多一個五百塊 但是後來因為網路已經開始 有限電視都可以接網路了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有限電視會尬寬屏 然後尬寬屏 尬有的沒的 尬什麼 什麼電視台的沒的 尬什麼那個水選水台的那一種 那一種機質 但是一個月差不多 最多也頂到五百多啦 有限電視加寬屏 加無限上網 一個月頂到差不多五百多 因為我差不多是 一年前才停的 我一年前之前 我樓上還有裝 所以價錢差不多是這樣子 所以一年四五千塊 其實沒錯啊 對啊 因為他是算年的 算年的就是四五千塊 我想說一個月四五千塊 驚人 一年啦 他講一年吧 對我講一年 對啊我沒聽錯啊 沒有講錯吧 我想說一年四五千塊 一年四五千塊哪裡貴了 奇怪 sorry sorry 聽錯啊 聽到一年四五千塊 會好貴 因為我差不多去年才停掉啦 所以這個我還蠻清楚的 你們是比較正常的 我再次確認 我其實是一個不正常的家庭 那所以就是 那所以就是現在的價格 還是四五千啊 現在可能更低了 我猜 如果你只看有線電視的話 你只看有線電視 可能兩百到三百 就是有線電視 就第四台啦 有線電視其實就是第四台的意思 但是因為第四台 因為在被競爭嘛 他們現在就是越來越少人收看 所以他們價格可能壓得更低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什麼 你看我們都沒有在看 對啊 你看那個 那個劉協淵版 劉協淵版全部都講了沒有 因為你們的年紀 不是五六十 不是五六十年代的人啊 他們五六十年代的人 他們都不需要按著數字 就說哦 第幾台第幾台 然後是什麼 沒有可是我們不是啊 我們根本不用 我們根本就不用第四台 不是 不是這樣子啊 剛剛處兄問的就是 我們這些人有沒有在看第四台 對啊 可是 可是我家有啊 對 我老家也有啊 好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們的選 你們後來自己離開了以後 你們的選擇就沒有了嗎 好煩喔 對 不過那個我之前在內湖住的 那個一直都有第四台 可是我就一直很少人家 就是最常有的情況是你去住了 然後那個房東他有買 然後你在裡面有一個可以看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法國要收電視稅 就是如果你家有電視的話 可是你的那個網路 網路的那些附加的電視 其實是不用錢 但是你只要有電視 你只要有那一台電視 然後只要接上那個 他們網路贈送的電視台 他們一年就要繳大概五千塊的稅 那看電視的很多嗎 五千塊的台幣喔 所以不如就直接買那個 不如就是直接用一個 好貴喔 電腦就是電腦的螢幕 他就不會認為你是 你不會認為你是那個電視 可是如果你去商場買個電視 他就會登記說 喔你這個台是電視 所以你家是多少地址 他就會開始查 你家要付多少的稅 就差不多一年是五千 所以這是所謂的公共電視那種 一定要收的 對然後他們現在很 他們現在有點 有點就是你知道嗎 政府就喜歡收人家錢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稅 就是可能是一種互利的那種 他就說那現在都用網路的話 那是不是網路也要稅了 因為呢 那個網路電視的話 就等於是把電視稅附加在網路上 所以他現在慢慢的可能是要建立這個制度 所以他可能以後有網路就會把稅加在裡面 法國是這樣 好講完 來我補充一點好了 日本其實 我記得日本好像 因為日本的公司是NHK嘛對不對 之前好像有在講說 有人在 我聽到有些我好像看到有些文章在抱怨說 日本他們其實會 額外加收一個叫做就是 電視的費用 就是你只要家裡有電視 他就會強制收取就是 收看那個NHK的一個費用 費用不多啦 但是就是好像自然強制 好像是強制要收費的 對啊 就你有電視就要交 對啊 這個我大概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 我之前的工作 其實這個時候跟NHK有點關係 就台灣這邊有NHK的資局 對 然後那個什麼 但是他們有講 他說日本都會收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躲 你知道 就是 觀眾 觀眾好可愛喔 法國又要上街抗議了 對 就是這個 沒有 他們通常上街抗議都會砸車啊 對 砸車翻滾 然後 然後就爆炸 台灣抗議真的好 我知道我這麼一大圈 其實還是要講 為什麼 只是在講邵氏的前面的背景而已 對啊 那 邵氏他怎麼了 就是沒有 也就是因為 有Netflix的關係 所以你才那個時候 真的可以比較 你覺得 比較無痛的去看邵氏的東西 就點了就看 就是比較沒有壓力 然後又不覺得自己有多多花錢 那 那 那 他修復的好 還蠻好的 他 他那個時候 1080P喔 就是 沒有就是他修復的 讓你覺得說 劉家輝看起來好像就是 就是 最近最近的人 那種感覺 這就是每次看修復電影的那個時候 覺得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像之前看那個什麼 那個 蒂凡內早餐啊 然後我就 哇 那個奧戴伊赫本好年輕喔 就是感覺 而且這個時候好清楚 你知道 就是我們以前看 會覺得好像就是要看到很老片 那種 畫面畫面那個畫質都很不好 有沒有 他已經把它修復到很清楚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是 昨天才拍的那種感覺 很有那種味道 你知道 對啊 所以在那種情況下 就是一口氣就看了那個什麼 少林 三十六房 少林 搭棚大師 還有霹靂時節 好好看 就一口氣連看 劉家輝三部曲吧 就是所謂的三德大師三部曲 應該是 對 因為是從少林三十六房開始 對啊 然後查一下才發現 其實 如果你們有認識劉家輝的話 那個 不過其他另外 那個什麼其他人應該都很清楚啊 我認識劉家輝 劉家輝 劉家輝 劉家輝那個什麼 比較 你們最近比較容易知道 他是在追殺比爾裡面才有出現 就是那個TOP喔 裡面的那個白美 他其實演兩個角色 然後他還有crazy ADA 就是 就是 但是他在crazy ADA 其實是一個比較接近群眾演員的 就是一個 比較那個什麼 就是基本上幾乎沒有台詞 然後打架 就打架的人這樣子 對啊 可是他在第二集裡面 他那個什麼 他戲份很多 然後而且非常搶戲 你知道 對啊 那個什麼 蘋果你有看到那個追殺比爾嗎 沒有 沒有 追殺比爾超好看的 你可以去看 你可以去看 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絕對要去看 跟宵士合作的一部電影 你看完了 其實我覺得你現在看完了那個什麼 霹靂石解之後啊 你再去找追殺比爾來看 你就會知道 你就可以感覺到那個什麼 困境討論提諾有多幽默 你知道 追殺比爾 可以這樣講 追殺比爾不是美劇嗎 對啊 是美片啊 美國片啊 追殺比爾 對追殺比爾就是 拍了兩集 好 追殺比爾是 就是那個什麼 昆丁討論提諾啊 他 拍來 致敬 致敬 致敬那個什麼 日本武士片跟 少士武俠片 你知道 還有致敬那個 一點點那個致敬 美國西部片的味道 一點點 因為昆丁討論提諾 他的那個什麼 電影養成 事實上是從錄影帶電出來的 他不是他不是那個殼板出生的人 他是一個 就是那種從小然後就一直 泡在那個錄影帶出租店裡面 然後 簡單的就是個電視兒童吧 對他就是看到他後來自己要去拍電影 對然後所以他的東西裡面有非常多內容 都是B級片啊然後少士武俠片啊 然後功夫片啊然後這些東西混在一塊 那為什麼他會選少士他不會選別的 沒有啊 他其實也常常選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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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昆丁常常選別的 你知道嗎就是那個像 那個時期剛好是那個少士時期嗎還是 沒有不是沒有沒有沒有 他不是選擇拍追殺比爾的時候 追殺比爾的時候 就是說 他這個資金 他也有了 人也他也有了 所以他就試著跟香港少士那邊接觸 然後順便就是也邀請了一批那以前少士電影的演員 還有就是他自己蠻欣賞了一些亞洲亞洲的那個電影工作團隊 然後來拍了一部從美國人角度出發的一個致敬亞洲 亞洲類型片的一個作品 所以當時的亞洲是邵氏 沒有啊那是2003年2004 對那已經2003年的事情了 只是說剛好那個時候邵氏還有資源可以投入去拍電影 不過因為應該是這樣講啦 就是昆丁他剛時的出他最早的出道做霸道橫行 事實上很明顯也是有香港那個什麼 就是超靈敏東的龍骨風雲 就是他有超這個什麼香港黑幫他有 你要講的昆丁最喜歡講的就是致敬 就看你是要講他超還是什麼 那也就是說他在裡面其實有很濃厚的那個香港動作片的味道 對那可是後來就是 他每一部電影基本上都會混線他自己本身的那種那個什麼 他喜歡的東西在裡頭 他其實是所以後來上有人在講說他是電影鬼才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他就是一個那種很刺文化養大的人 然後他拍電影裡面然後他 把他的那個什麼 的知識把他放進去然後 在裡面講東西這樣 那大概到2003年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個應該可以看 看出來那個什麼 為什麼可以會做到這樣子 因為當時整個好萊塢 已經那個沃浮長龍跟那個什麼 還可以用派客任務啊 然後還有那個那個末代武士都已經出來 霹靂交話也出來 所以整個好萊塢 基本上那個 港香港那邊的那個工作人員都 有在那邊其實 受到很大的歡迎 對那接下來那個 昆丁塔提諾才會想說那我 那我來做一個這個東西 就是他過去可能沒有資源也不好去做這個東西 然後到2003年左右的時候才開始弄 然後我還記得喔 就是那個什麼 因為那個網路上還可以找到一批 資料說當時昆丁塔人提諾去 中國那邊 因為他追殺比爾是在那邊弄片場然後弄 你知道嗎 對然後 何謂致敬跟抄襲 為什麼說是抄襲 其實就是很明顯 他的電影裡面就是很明顯會拿人家別的電影 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很明顯的 構圖的敬畏的走法 的拍法 甚至音樂圓風不動的拿去用 對 然後呢 我覺得致敬跟他抄襲在宣傳上面的差異是什麼 你知道嗎 抄襲呢 就是你自己不講 然後被別人發現 然後你還否認到底 就會被說是抄襲 所以他直接寫 致敬的 他是打一開始 他一開始就說 我超醜拜他的 我就是要用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就是他一開始就承認了 然後而且 就是而且還在自己講 你知道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用自己的宣傳方式去把它包裝成致敬 對 可是我覺得 好 在當代藝術理論的話 其實那個就是 杜相啊 他就是為了要 推翻之前的那種繪畫風格或什麼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拿那個工廠出產的現成物就是一個小便斗 然後他就說現成物呢 這個就是他的作品 然後就是在講那個時代的那個現成物 他可以拿這個現成物來做這個作品 對 好 然後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抄襲的話 如果他明說的話 其實他就不是抄襲 他就致敬啊 我補充一點好了 有一個講法啦 你可以 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致敬呢 就是生怕別人不知道 這個點是致敬 抄襲呢 是生怕別人知道 拿來罵 對我其實覺得這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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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去分辨這兩件事 對 就是你可能拿了 然後你還怕人家知道 然後人家一直問你 然後你否認到底 然後抓錯每這件事 結果大家 這就是超級 所有人都覺得是 然後你自己在那邊死不死不承認 對 但是呢 致敬的情況就是自己一開始就已經掌握你主動的話語權了 就比如說我今天 比如說像比如說像馬大你做光劍 你如果不講 對 就說 你如果都不說我是從星際大戰來的 然後別人說 你就會抄襲 你就否認到底 你就抄襲啊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的檔案開始 我就是心戰迷啊 我就要做成這個東西 你是加工品 對啊 你就是致敬啊 對啊 Alright 我是我爸媽的作品 不是加工品 不是 我是說你的光劍 你的光劍是加工品 沒有 那個蘋果小姐剛剛 蘋果小姐剛剛拿度相來舉例嘛 度相是那個 我聽的沒錯是答答主義那個度相嘛 你把它那個拿小便斗 把答答主義都來了 整個層次感覺拉高了 你知道是20世紀的實驗藝術的先虛 對對對 有重點是那個 他那個答答 他是想要講說 現在人類都活在一大堆工業生產品 每一個工業生產品都一樣的時代 那到底什麼事情叫做原始的藝術呢 所以你拿這個作例子有點跟那個 致敬跟抄襲這個議題好像有點對不太上來了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可是我是覺得他是用現成物來創作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講的是度相的那個 他是拿工業產品的現成物來創作 我只講的是這一點 所以這一點呢如果他 當然他有其他的分支的思想 或者說其中的這一點 他其實就是一個致敬的作品 所以在當代藝術裡面說做致敬的作品的話 我們其實會拿現成物來做東西 就是別人做過的東西 我致敬誰 我致敬謝德慶 我致敬 我致敵 碧卡索 反正他就會做一個新的產物 可是是從他的源頭來的 對啊 跟你們要講的那意思其實是一樣啊 所以在 所以在那個 要怎麼說 在 19 他什麼時候啊 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是20世紀的時候 所以才有實驗藝術的這個先驅的態勢啊 對啊 好 我講完 我講完的那個點就是這樣 很了解 好 你講完好 各自表述 對啊 我們那個時候 我覺得葉未免一直以來都是各自表述 我們沒有想要去批判你 沒有沒有 我大概明白蘋果姐要表達的東西 就是他的作品可能就是另外這個東西的反相反 譬如說他是反戰反傳統反美學 然後或者是他是反 我不知道昆丁要反誰啊 反上是嗎 我覺得昆丁沒有反 昆丁從來沒有反任何東西 他只是想要表明說他對這個文化的熱愛 他對這些元素的喜愛 所以他就取經了這些東西 然後把它擺成一部 他認為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講這個故事 然後把這些東西表達給大家說 這就是我喜歡的東西 他只是用這樣的態度在拍電子 應該是說昆丁其實一直以來也是一個很大的隱私 他其實非常致力於把那個他喜歡的東西介紹到美國去 你如果知道的話就是在1990年代末 97年的時候周潤發到 美國去那個打天下的時候 還是還是那個昆丁塔尼諾去介紹的 他那時候還讓那個時候他的女朋友跟他一起拍了一部電影 那部現在叫什麼替身殺手 密拉索維諾跟哈那 就是他其實一直很喜歡香港片 然後他其實甚至還那個時候做了一系列的教程影片然後去講 而且他是用美國人的那個觀點去看 他可能譬如他介紹花樣年華他會說 那個什麼梁茶尾就很像是我們的噴火萊寶家什麼之類的 你可以在你現在可以在YouTube還可以看到一些那種他特地做的那種節目 然後他就是在介紹這些東西 對然後另外像是昆丁塔尼提諾他在宣傳追殺比爾的時候 應該追殺比爾我沒記錯的話 當時還有人曾經訪問過他說他學的最漂亮的女星是誰 結果那時候他就提到那個林青霞 然後結果人家對林青霞沒有概念 那因為當時我們對林青霞的概念就是東方不敗 然後就一系列那種東方古典美人那種既有的印象 所以那時候昆丁在介紹那個林青霞給外國觀眾認識的時候 他的說法就是亞洲最漂亮的華華人女演員 用這種方式去介紹 其實昆丁但是昆丁他喜歡的東西也不是說只有東方武俠或是什麼的 你可以從他最近那個那個時候 從今有個好萊塢你就知道他這一次的那個早介紹的點就變成70年代的電影 對啊那在2003年那個時候他想要講的東西就是想要做那個什麼武俠片跟武士片 然後他還就是去尋求那個時候中國片場的幫助 我還記得那個早網路上其實找得到一片當時昆丁去那邊發生什麼事情 那很有趣啊因為他講說為什麼因為對岸的人啊 很多很多那種在電影啟蒙的時候就是 都是被那個什麼黑色醉梯這類電影影響的 就是他們在看那種反骨片的時候就弄那個 反面的反骨頭的骨頭那個 怕你們聽錯了 反傳統類型電影或者是一些那種黑色喜劇的時候 昆丁塔人提諾一直是被不斷推廣的一個人嘛 然後也就是說他們在啟蒙時代所看的電影都是這樣這個人的東西 有好大一部分是他的然後他突然間要 真人跑到這邊來然後要跟你合作電影說他們很高興你知道嗎 一直不斷的就是你要什麼我都給你我都配合你你知道嗎 然後我還記得那篇那個寫的其實我覺得那篇觀點其實也寫說 昆丁自己也玩瘋了 然後基本上那天就是那種他說那個時候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就是每天呢 大家不斷的在滿足昆丁塔人提諾想要什麼 然後昆丁塔人提諾可能看到他們做出這個東西來就很興奮 說那你們還能做什麼 然後就然後那個 工作的那個時間就無限制拉長 然後可能然後可能就工作做做做做做做做到那個什麼時間 大家收工然後大家就就直接去酒吧喝酒喝醉這樣子 然後可能還抽抽大麻然後大家弄到很很忙這樣 然後第二天然後再繼續繼續吃這些東西這樣 就是根據當事那個時候以前當事人的那個時候觀點是說那個時候真的是一塊好像在放暑假的那種做得很爽的那種感覺的那種日子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呃 對樣的片場好像也那時候就是因為這個人是大導演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就是放給他玩這樣然後即使可能超支什麼的也都給他弄這樣 然後玩出來就是追殺逼爾跟那個什麼追殺逼爾第二集 然後 你可以去看追殺逼爾這一系列的片 不過第一集他比較接近的片 我以前應該看過啦我已經很久忘了 然後第二集 然後第二集那個時候就很明顯就是非常邵士風的 而且前面他標題還真的有X比就是那個時候有那個字那樣子 對 我只覺得他你忽然提少事然後跟追殺逼爾連結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是有點斷線 就想說這兩個到底是什麼關係啊 對那個 我我在我這個年紀忽然發現那我之前看的到底是 就是 沒有啊 不會啊這樣也不錯 就是 呃 沒有啊我們我們這邊其實已經理所當然了 嗯 這是理所當然的啊 對 我們在我們這邊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你知道在我們小時候我們總是不會去追溯他之前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只能看到追殺逼爾的話可能是 我現在其實忘記追殺逼爾在演什麼啦 但是 可能就是追殺一個逼爾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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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說 我在想說就是 他怎麼 真的是追殺一個逼爾沒錯 哈哈哈哈哈哈 重點真的是追殺一個逼爾沒錯欸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 等一下啦 我就想說 跟邵士到底是什麼關係啊 我就就是腦袋忽然斷線這樣 沒有啊所以我才告你結束 應該是說我們 在當時看的時候 說老實話我也沒有對邵士如此之瞭解 你知道我只知道他要致敬武士邊跟致敬那個什麼 虎俠片 對 所以應該是說在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有更深的感觸 就是你在如果在這個時間點再去看追殺逼爾就會更深的感觸 對那 好我們可以先講 終於要進入正題 那你要歪多久 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歪樓還蠻 還蠻正常的 其實我覺得蘋果姐跟歪樓沒有問題 沒有我沒有說歪樓有什麼問題 我就說我們都是深度的那個智慧上的焦點 因為我不太懂嘛 所以我就是充滿疑惑 可不可以是像那個蘋果你身為藝術家 你可以也知道說每個藝術家 他都曾經在他的生長過程 有被其他藝術的人影響到 對當然 所以說昆英塔呢 如果他小時候被邵士影響到 造成說他長大的時候 想要拍一部他對邵士愛的電影 這應該是很理所當然的嘛 對 可是我的感覺可能是 好吧我小時候沒這麼國際化 是我出國了之後我才覺得我很國際化 然後就是可能我的意思說 我們在我們的電視裡面 我們其實不會去想到 昆町跟邵士到底是什麼關係 對啊 是啊 所以現在是個機會了 好 你不是已經 然後那個應該是先從那個什麼 然後我先從那個什麼 最近看完的 最近看完的人 可能那個回憶最新鮮明 先從那個蘋果小姐問及 對那個小姐 你看完了少林36房 你不是說你看看完你覺得很開心嗎 對啊 到底為什麼呢 對 因為他就很像那個 我的是超級威柔 因為我就是以我現在的經驗去看 之前他們做的那些功夫的訓練 然後 對 然後36房就是這樣一直看下來就是 他有訓練頭的啊 訓練專注力 然後訓練 就手就是 那叫什麼 肢體嘛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應該有互相影響耶 因為以前有一個 以前有一個當代藝術作品 你是要把你的手指變得很長 然後你就用就是用手指去去走路 嗯 然後我看到他們有一個和尚啊在訓練那個 三德嗎 三德 他的頭部訓練要去撞沙包嘛 然後他就拿那個很長的手然後打他的頭 然後就是用用長手代替那個 代替 我知道 他的那個教教導他的東西是一隻長手 我後來看到在終於節目裡面常看到這東西 你知道嗎 愛的小手 愛的小手 懲罰小手 這不就是不求人嗎 這不就是我們的不求人嗎 對啊 是啊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我也覺得還蠻 欸他竟然出現這個東西耶 這樣 對啊 我覺得還蠻可憐的啊 就很好笑 沒有我也是差不多 我也在看的時候看到各種那種彗星一笑的 原來這個設定這邊就已經出現了 雖然並不知道說他是不是原主的那個 因為我們常常會犯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欸我們在更早之前看到就會以為說 喔原來他是初始 但其實好像也不一定真的是 他是最初始的那個東西 只是等於是我發現在這麼早之前就看到了 這樣 我覺得邵氏有被當代藝術性影響 我覺得像 因為他有一個 這邊要先講 先要補充一下邵氏武俠片的起源 其實很明顯是被日本武士片影響到的 他們那時候有提到啊 好像張策啊 然後那個幾位那種 導演 他們在找題材的時候 他們會找各種國際的東西來看 然後看完了 就覺得自己可以做什麼 因為他 嗯嗯嗯嗯 你說你說 沒有因為他有提到 這可能當時探索頻道有播過啊 就說 也有做過那個香港武俠片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在訪問的時候就講說 當時他們也是需要找題材 然後找題材然後當然就是找國外的電影 然後日本武士片當時黑澤民的東西當時受他就是影響到他們很多 然後可是 這些創作者在看了黑澤民的東西以後 他們各自表述 然後再結合他們自己可能那個什麼平常算上擅長的東西像 我覺得劉嘉良很明顯就是收到金句的 跟他自己那個什麼武打硬腳硬馬的東西把它放在裡頭 對啊但是裡面你還是可以看得到 像那個什麼那個我最近看那個什麼 十八般武藝 昨天又看十八般武藝 然後那個什麼劉嘉良劉嘉會戰裡面的那個扮相就很像日本武士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對啊 那這就是我講說其實他們也是的確是有在收集世界各地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 嗯嗯嗯 還有一個就是兩個很長的那個那個箱 然後他就說你的眼球洞 洞太勢力的訓練 這個也是一個某一個藝術家做的作品 就是有一個藝術家 他我先不講誰啦 反正就是有一個人 然後他下面就是充滿的那個煙 然後你就是要躺著像棺材一樣這樣躺著 他就你的人會感受到躺 所以你就是看能堅持到多久 嗯嗯嗯 然後我剛才想說 上市這個東西就瞬間讓我連結當萬藝術的作品 這樣子 嗯嗯嗯 可是我覺得他們真的有關係 因為當萬藝術也是也是 也是二十十九二十世紀的 的產物啊 所以就是的藝術嘛 所以當他這個受訓 就是他們都是 嗯 行為一次就是把人當作一個 嗯 身體跟空間時間 把人當作一個身體 把身體 把人當成一個物件 對 把人當作一個 把人當作一個媒介 然後那個媒介它可以是畫筆 它可以是 它可以是 對啊 所以我 我在看這個每 三十五房子訓練的時候 我就很有感 我就覺得 哇 這就是 我想要是比較情色的啦 就是 蛤 好啦 沒有 反正就把人當作這個媒介 媒介它可以做成時間 地點 然後對象物的訓練 對啊 然後就會讓我就是覺得它很 很有趣這樣 對啊 所以你已經看了三十六房 然後你有看大鵬 大鵬大師 有 可是大鵬我有點沒在專心看 然後霹靂時節剛看到一半了 我剛看 我剛看霹靂時節我最喜歡的就是那個女當家 就是他不是 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 他 我有點很大的疑問就是 嗯 當時的女 女權有這麼 的 的 就是 當時那女性的地位有這麼的 高嗎 沒有啊 當時的 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當時的那個女生的地位 基本上算是 還蠻傳統 就是不太高那樣子 可是他叫她掰開她的腿啊 我在想說 我還想說他那個指令跟那個動作 我就想說 為什麼讓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傳統婦女的那個年代 我應該也還沒有開始 也還沒開始有那種 你要考慮一大問題 就是他有備份這個問題 因為年紀歸年紀 那個 年紀歸年紀 然後地位歸年紀歸年紀 然後地位歸年紀歸年紀歸年紀 領了那個 他怎麼講 他的動作要叫他掰開他的腿 我說這個動作 而且是在眾多的男性 眾多的男性的時候 就霹靂時節 然後眾多的男性 要他就說那一個人 你說你可以掰開我的腿 我就跟你走 然後我想說 那個動作跟那個指令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說 怎麼有這麼自然的事 應該沒有 因為你要去觸碰女性的身體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是一個文化的約束 可是我不懂 就是那個東西很突兀 他忽然出現在 這個電影裡面 然後讓我很驚訝 好啦 這個我幫你解釋一下好了 他那個時候是想要 因為在傳統的練武功的方式 就是講求硬橋硬馬 就是你蹲馬 不要蹲得夠穩 要穩到人家無法移動你 或幹嘛幹嘛之類的 他那個時候其實只是在講說 臨周媽武功就是比你高 對 我相信應該因為走的影子 對啊 可是我是覺得說 那個當時的女性地位 有這麼的 我覺得是沒有 就是他媽媽 我覺得有一個原 其實這一點 其實他不是在反映那個時代 你知道嗎 他不是在 他並不是真的在反映清朝 對 因為霹靂世界是清朝的年代 那但是 會有這樣子的原因 是因為邵氏當時想 就有啟用一批女演員 這個我本來想要放在後面 承錐只是想要利用女演員 讓那個 他們拍的電影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風氣而已 對 並沒有錯想強調女性之類的 那個時代沒有在講女性 你不是女性 你沒辦法知道那個動作很奇怪 嗯 沒有 我的意思只是說 他為什麼會 會放在這個地方裡面 這也是我其實想要講的東西 我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就是 我覺得太奇怪 你要當著 眾多的棉巴 哈哈腿 等一下啊 我認為是 我在這邊的感覺是OK 就是在比腿力 但我會思考 我會思考說是眾眾多的男生之下 你能扒開我腿 哈哈 不是 是那一段 可是那一段的確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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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可是那一場戲的確是這樣子沒錯 因為那個什麼 那像不像幾個群交 我問你 沒有群交啦 等一下 你為什麼 等一下 你為什麼看這個你可以消那個去啊 天啊 我只想的最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人這個身體這個媒介 你怎麼什麼東西到網上去想啊 沒有沒有 但是他本來就是那個法國新女性會出現的這種思潮 對 因為你不是女生 因為你不是女生 這是女生的關係吧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東西都已經 憑我講的這一點 有一點點那個含義 我這樣聽下來有一點點 那個一個女生叫一個男生 把他腿掰開 而且是在大庭廣東之下 這其實是一個女生對自己的身體很有自信 然後以一種暗示性 甚至到性的那種角度 希望這男生過來攻擊他 但是那男生鐵力沒有成功嘛 不是我想看的 這其實是一種 你們好奇怪 我等一下等一下 我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解說一下他這個劇情當時發生的背景好了 不然的話你們 不然的話你們都有點吃同鴨講 然後我覺得有點痛苦 你知道嗎 我完全 那一段我完全印不起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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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 蔭蘋果講感覺有點要硬的感覺 可是我感覺到這個女生被侵略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其他人在聽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幾個人沒有看皮力時節 然後他就完全不知道在說什麼 好,讓我先解釋一下 要不然你們每一個人都要變成那個從這邊去看圖說故事 讓我覺得很痛 等一下,這邊有誰看過PT時間了 我看過啊,所以我要講 我跟你還有誰 對嘛,OK 好,我要解釋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用比較簡淺易懂的方式來解釋這些事情 因為你們談事情都是從一半談,然後旁邊的人搞不是很清楚 沒有,因為我是直接講我的感受嘛 所以先讓我解釋,再講你的感受 可能大家會比較有辦法的,有系統的去了解這件事 這場戲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角色,這個演員是李莉莉 怎樣? 沒事,我覺得很好笑 李莉莉這個角色,他演的角色叫苗翠華 他是方氏玉的媽媽 所以電視的一開電影的一開始,方氏玉就是非常頑劣的人 很頑劣,然後就是他出去闖禍 闖禍到後來那個什麼外面,因為他們在清 應該在廣東啊,然後 是清朝在統治的狀態底下,然後 所以當地的漢人都被壓,都被那個什麼都被壓制 對,可是呢就是方氏玉就是好有鬥痕 所以出去整個那些那種武壯園之後 所以那個武壯園想要來那個什麼 想要 借機把這個館給操掉,他們的那個會館給他操掉 然後苗翠華就很擔心他們方式 他們那一 那個會被殺掉,所以就把他送到少林寺去 就把他送到少林寺去 送到少林寺去之後 然後他單身回來對抗 這一群清兵們 這些武壯園們 然後呢 武壯園裡面的那個頭頭呢 就是因為他是個壞人嘛 就很盛 所以他說 嗯 那個時候要我放過你們這個那個時候會館也是可以 那你就 跟我走吧 你就跟我走,然後我要娶你為妻這樣子 也就是說他已經要被搶取了,他已經要被 就是已經被強權壓制 就是說你今天要跟我回去 要跟我回去 然後那個時候 你們後面的家人就不會有事 然後苗翠華這時候說 你要帶我走也可以 只要你能夠 那個時候把我的兩條腿分開 我就立刻跟你走 是在這樣子的背景底下做這件事情的 不是他要求對方要來分開他的腿 不是 那是一個他本來 他不從他也要被帶走了 他是 他是跟這個男的下的這個堵住 然後這個男的 這個男的必須 如果他分不出來 你可以扒開我的腿的話 所以他是 他在現場是在炫技 在告訴我說好 你能夠把我帶走你就把我帶走 然後這個他有點用語言去壓制他 因為這個男的後來分不開 他不好意思帶走他了 他沒面子了 所以他還當場跟他講說 好你夠厲害 然後就這件事情就沒了 可是我會看著他們全部都是古代的裝 古代的那個服裝 然後我才不相信那個時代的人 你會說 你扒開我的腿 廢話 好 我來告訴你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要崩掉 你要崩掉 我來告訴你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其實我是想要等到你們全部表述完 蘋果要壞掉的 蘋果要壞掉的 其實我也有看出這件事情 我有看出這件事情 因為電影 事實上邵氏電影拍出來的時候 正好是1970年代 1980年代 所以你要用1970年代跟1980年代的觀點來看這部片 那為什麼他們是古裝 因為他們 比較擅長拍古裝 所以他們是把現代的事情套到古代去啊 你懂嗎 就是比如說像他一開始他用反清復明這個東西 這個套路 比如說1978年的那個少林36房還是非常簡單的喔 還是非常很明確的就是哇 我一個人全家被殺我要報仇 然後我們就那個什麼 我們必須要我要練好功夫 然後回來有沒有 然後抵抗清兵 少林36房還是這個樣子 可是到少林搭鵬大師已經 我那時候一看的時候我就發現他那個背景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因為少林搭鵬大師的男主角 是一個武功不好的人 而且呢 那個故事背景是什麼 然後那個師方壓迫勞工耶 然後少林搭鵬大師的內容其實是清兵一開始 然後那個什麼帶了人 那個 事實上那故事是一個染布房的老闆 然後想要 那個什麼壓制 想要扣那些那個什麼染布的工人薪水 然後那個壓榨員工 對 然後那個然後還找了一批清兵來 然後清兵來是有武功的有沒有 然後說他們是染布師父 然後為了要那個 所以他們抽兩成的薪水 然後給那些染布師父 石棍 石棍 對 然後如果他們這一群工 裡面前半截全部都是這些工人很不服氣 很抗爭 然後就被那些清 那個什麼滿人痛打 然後他沒有辦法那個什麼 沒有辦法那個什麼抵抗 然後後來派那個什麼劉家慧所演的那個 那個什麼沒有武功的人過來 假裝他是山德大師 然後去那個什麼 然後去假裝武功很好 然後騙他們 事實上這場戲 這部電影 基本上就是一個勞資 就是工會 就是工會罷工的故事啊 少林大棚大師是工會罷工 然後結果資方 那個時候叫警察來痛打那些勞工的故事 然後打不贏 所以去學少林功夫 然後那個什麼 擊敗了這些這些警察 這是一個革命的故事耶 對他其實只是把他套在 他只是把他套在清朝而已 那霹靂時節更明顯 霹靂時節就是 就是一個那個時候 很明顯就是強權壓迫那個時候 一般民眾 然後一般民眾那個時候 一直不斷的要 要去抗爭 對那苗翠花那個東西其實 其實我覺得啦 就是劉家良所講的 那個故事裡面 他不像張策 張策真的是徹頭徹尾的男人的故事 但是劉家良會放一些女生在裡頭 像少林搭鵬大師裡面 裡面有一個女孩子 是慧英宏耶 你知道嗎 慧英宏年輕時候耶 然後就是他 這個 慧英宏最近比較有名 就是他演那個什麼 他跟劉德華演了一部電影 然後他得到那個什麼 金馬獎 最佳女主角 我記得是這樣子 對 慧英宏最近最有名的電影 應該是寫觀音啦 對對對 寫觀音 寫觀音 然後還真之前還有那個啊 那個 那個牛頭那一部叫什麼 好 忘記 好 總而言之就是 你可以看到慧英宏年輕的時候 然後慧英宏年輕的時候 他後來 像我最近看的那部18版武藝 他在裡面就已經有硬小硬馬的對打功夫了 他其實會把一個那種很厲害的女孩子 然後跟男孩子搭配這樣子 雖然他在裡面還是個配角 但是其實在裡面有一定的女性 女性會發生 對 那我就是覺得他把他擺進去 他其實有點不管時代 他完全不管他沒有在考慮的 他只是 想要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時候 尤其 你如果看到少林搭棚大師跟霹靂時節 霹靂時節更明顯 霹靂時節前面還會有一段那個表演有沒有 他前面有一段打雷台的那個動作 那個其實有點像是你之前看精細的那個 那個 我們以前看那個什麼國劇有沒有 然後看那些身段然後在那邊打這樣子 他先表演了一番以後 然後才開始那個主要的戲劇 他我後來在看十八般武藝的時候也是喔 他就是把十八 十八招那個十八種武器然後兩個人 不是十八招啦 十八般武藝啦 十八種武器 十八種武器 其實我覺得是我到目前為止看那四部片裡面覺得最 最不舒適的 你知道 因為他其實後來加入了那個義和團的題材在裡頭 就是那個什麼十八般武藝是在講神打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什麼在清朝末年 然後他們那個民間然後練武 然後就是組織的義和團 然後表明了說弄義和團 然後本身那個什麼 我可以練到刀槍 那種子彈洋槍都打不進去這樣子 對然後 可是那個故事的內容很有趣 故事的內容是 有人不願 有人覺得這樣子 他們要去追殺一個 叫做雷公的一個人 然後這個雷公呢 為什麼要追殺他 因為雷公以前 就是曾經是義和團的其中一個地方的分舵組 然後他把這個分舵給解散 然後蜻蜓就覺得說這個人是叛徒 然後叫這些那個什麼 義和團的人去刺殺他 而且刺殺完了以後 你自己還要致敬 要死掉這樣 然後可是裡面用的非常多那種那個什麼 呃 做法 放了很多做法的動作 然後跟那個武打擺在一塊 所以你會看到那邊抖 然後貼服啊 然後什麼的動作 對 劉家輝在裡面也演一個那個什麼 神打 你知道嗎 就是可以那個號稱自己可以擋子彈的 你知道嗎 但是他最後就是被打敗了 對 Alright OK好 我為了要解釋你這個女生的東西 然後 對我才講了這個 還有一個東西我很喜歡 就是那個 竹子的三 竹子 原來三結棍是竹子 你說三十六房裡面那個什麼 用到竹子 對 是斷掉了竹子來的 但是這是真的嗎 就是 從那個時候以後才有三結棍嗎 我其實不覺得 我覺得好像在之前就 我覺得之前就應該已經有三結棍這武器了 對 只是他那裡面讓三 讓劉家輝 為了要破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戒刀 然後破戒刀 然後讓他去那個什麼 誤出了三結棍這個武器 好 OK 好啦 這個還有啊 他們敲鐘的時候 他們會用 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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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幹 他就是各種那種身體 肢體的表現 好啦 還 好 好好笑 真的蠻好笑的 還有還有什麼 也就是說你看了368以後的感觸 感觸就是 就是很當代藝術啊 我也不知道這樣 從邵氏看到當代藝術 從劉家良看到當代藝術也是蠻厲害的 因為我會想說好適合我的論文 就是好多的東西可以拿來講 我想說我的論文怎麼那麼枯燥 就是因為很少這種例子 那你會要多看邵氏 沒有這樣子不錯啊 因為等於是你從現實的世界裡面找到一些印證你的想法的東西 對吧沒有啊 但搭棚大師跟那個什麼PT師傑還有人要聊 我只有看過搭棚而已 你可以看你可以聊一下搭棚 我其實覺得搭棚很有趣 搭棚是很有趣的作品 其實我覺得他比起36房來說是 相對就是 故事主題上面也比較輕鬆 就是像剛剛醋哥你跟蘋果姐在聊的時候 聊到就比較那種 Public的這一塊的時候 他就是一種屬於比較 大家看了沒有距離感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他故事是就講到那個勞資糾紛 沒有所謂的國仇家恨 他就是用一個大家看了會有共鳴的東西 作為他的故事主軸來包裝 那個過程他就把它拍得很有趣 所以我是覺得說 搭棚大師可能對比於36房 就是故事帶有一些國仇家恨那種沉重感 他反而是相對是我們看了 就是一般的普羅大眾看完以後會有一種 心情上的一個情緒抒發 他是一個看完以後你會覺得很 至少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很愉快的東西 因為其實他最後的根本來說 他也沒有去打死那些壞人 沒有國仇家恨問題 所以他沒有打死那些壞人 他就只是 像我們看成龍電影以後 他後期所強調的我只是教訓壞人 我沒有要殺人 我只是讓他們知道說他們做錯了 做事情做錯了 所以我就是 修理他們教訓他們而已 大鵬大師我看我覺得他是這樣的一個很輕鬆的作品 那反而你說像其他 那個劉家良另外兩部以少林為題材的片子 十杰跟那個三十六房 我反而那兩片我 也許哪天我心情比較郁悶的時候去找來看看 你可以去看三十六房 我覺得還蠻有趣 我知道 那個時候 馬可多不是說你看三十六房看過很多次 全部都看過啦 而且我看過不知道幾次好不好 因為 就我來講啦 我小時候就想看這一種 所謂的 所謂的那種 港式的功夫片 所以幾乎所有港式的功夫片我幾乎都看過了 我連那個 袁聰剛剛講的有鬼是那個我也看過了 因為我以前真的很愛看哪兩片 我現在很愛看哪兩片啦 對啊 如果說以音箱 如果怎樣講 如果講三部 霹靂十杰 少林三十六房 跟那個少林大鵬大師 我個人最喜歡的會是少林大鵬大師 為什麼 因為他在裡面演一個 因為他剛演完三德又演這一部嘛對不對 他等於說 用他這一部來 戲弄一下自己的之前演過的角色 然後他利用說就是 該怎麼講 學武功你不一定要去哪個門下拜到你 其實偷學也不是問題 可是好玩的是說 他在裡面把三德和尚演得很聰慧 我故意讓你去偷學 但是故意不教你 那種感覺 而且他很好玩 是前面先有一段 先假裝 因為他前面就是先假裝他是 三德和尚嘛對不對 去打那些壞人嘛 去打石棍 但是呢就是跟他朋友講好說 我們套招 我假裝打你就飛出去那樣子 先用這個來騙騙那種 功率比較弱的人 有沒有 前面要騙他們嘛對不對 然後後來就是 被打趴了嘛 打趴之後他真的學完功夫 後來問題是他 不知道自己學完功夫嗎 這讓我想到一點 就是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做那個 那個小石南產 他就是利用你身邊的東西來讓你練基本功 你基本功練得夠扎實的時候 你隨便打出一球踢出一腳他都有威力戰 他就有點類似這種感覺 然後再加上 他搭鵬的過程中學到一些 特殊的捆綁技巧 捆綁技巧 沒有 你知道我後來 想到的一部漫 就是看搭鵬大師想到的一本漫畫 叫做破壞王 其實蠻像的 就是人生尊所化的那個破壞王 沒錯 其實蠻像的 就從日常的 一些動作去訓練某個基本功 我說真的我真的覺得 破壞王 沒看前周星馳的那個電影破壞之王 破壞王就是後來明顯影響到破壞之王 但是 影響 基本上就是 搞笑 因為 大鵬大師本來就蠻幽默的 對但是那個什麼就是 我覺得破壞王是把 他的訓練過程 做得非常搞笑 像比如說那個時候叫他騎腳踏車 然後或者是那個什麼叫他躺豆腐 結果後來他是不知不覺發現他的側踢 既然如此之有利 所以他就叫腳踏車 什麼上坡腳踏車是側踢 他取的這個名字 然後搭鵬大師也是一樣 但是他 那個什麼 想要上去 那個什麼拜師學那個少林 但是呢 人家就沒有讓他學就是要他搭鵬 結果沒想到他是邊看 邊搭鵬然後邊偷學他們那個 邊看他們的那個練習 結果下來以後已經不知不覺 竟然已經成為武林高手 我覺得那一段也很可愛 大鵬大師的那個什麼氣場真的是非常幽默的一部電影 對啊 而且很好笑是他明明就不知道就知道自己會武功都會變得很強 後面就有點太誇張了啦 那段那個什麼 因為那個那部片裡面一開始有幾個後來 成為主角的那個演員在那邊是當那個 當那個 配角的 像小猴 我後來是那個因為那個霹靂時節的主角是小猴 然後還發現其實少是那個劉家良下面有養出一些很厲害的演員 但是後來都沒有 小猴很厲害 我剛剛看霹靂時節的時候覺得我這個傢伙 他的他的那個什麼 打鬥啊然後跟彈跳的那個動作有時候讓人家覺得這 這真的這是真的嗎他看起來 他竟然可以這樣子直接從樓上跳下來然後沒事 因為當時已經開始劉家良已經開始 玩一些那種 一定到底是就是 他跳下來是沒有接人的沒有把他剪掉 以前有一些那種跳下來可能 那個少接下來只是畫一個 在在拍一個浪子然後他 他們等一下這樣然後代表說你已經從上面跳下來 可是像小猴啊還有像劉家劉家輝啊 他們裡面就是常常會有一些特技式的鏡頭 就是你真的看到他從樓上跳下來 然後在中間港式電影的那種拿命來玩的那些 對但是說真的我不知道我好像在哪裡有看過這個講法 就是大招跑酷嘛對不對 對 跑酷不是說都會從哪裡這樣跳下來 然後用翻滾的動作去把那個跳下來的緩衝力 減低到不會傷害身體嘛對不對 我不知道從哪聽到的講 就是 就是在 我不知道哪聽到的就是我真的瞎聽到的 我不管不管的 沒有我這邊 說一下 法國那邊發明跑酷這個運動的同時 那個發明跑酷運動的人坦言他是受香港電影的影響 對哦所以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在 暴力特區裡頭那個演平民庫的那個男主角 他就是跑酷的發明人 上個禮拜五 他自己就坦言他自己就坦言他是受到成龍電影 還有就是早期的那些 港式動作片的那些特技橋段的影響 發明了跑酷這個運動 他自己有親自承認 有啦上個禮拜的 那這個講就沒錯了 我上個禮拜聊到那個什麼 邵氏出品鐵拳飛踢真功夫裡面 他就有提到 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劉家良 的武打電影 然後像 影響到黑人社會產生的霹靂舞這種街頭舞蹈 就是他們的地堂功夫 被黑人看完了以後他們把他變成了霹靂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所謂成龍他那個追趕跑跳碰的那個動作 就是A計畫或是警察故事裡面的那種 還有罪權裡面的那種那個時候 就是利用那個時候你那個場景場地啊然後在這個樓梯上面跑來跑去啊或是一下 登上牆的這種動作 被那個時候就是變成了法國的跑酷 只是他們都有在 消化過所以你會看到說有一點像但是 又有點不像這樣子 對 那不過我覺得在當時啊那個 你們那個什麼霹靂時節跟那個什麼 達鵬大師還有要講嗎 我可以先講一下我的感覺 對 因為我覺得 我連看三部片 連看三部片其實是隔幾年隔幾年他們在拍 然後我其實就是可以看到他們的 也不能說進化 有些可能反而是退化 就是 用一個比較中性的詞就是可以發現他們的演化 一開始少林36房的時候還是非常硬喬硬碼的東西 就非常堂堂非常硬派的東西 就是 一個 就是一個人然後他 報酬 為了要報酬所以他去臉 但是 36房的那個什麼的特殊之處他是開始 用那個蒙太奇去 做出訓練的過程 去檢出訓練的過程這件事情 那個 你們有看那個聽了美麗卡嗎 美國艦隊 美國艦隊裡面有一首歌叫做 裡面解釋一首歌叫做 蒙太奇 對就是 裡面就是那個什麼男主角就跟那個什麼他的老師說 怎麼辦 敵人好強我們好弱怎麼辦 這個時候的你就是需要蒙太奇 蒙太奇事實上就是簡介的意思 用你 用你 然後那一首歌裡面就是把所有的那個訓練過程的那個 畫面全部都講清楚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36房已經打 已經在在1978年36房已經這個樣子 那首歌詞內容是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我每一個每一個的畫面的都展現一點點進步 然後到最後的我就可以在幾秒裡面讓你 看起來很厲害 一下就練成了功 一開始還不會 一開始還要打到拳頭然後 打到那個頭 像剛剛那個蘋果小姐一直在講用頭去練那個鐵頭弓 還會暈 對不對 然後下一個畫面已經沒那麼暈了 然後到最後你已經可以撞開來 三個卡 讓你那個時候展現出 一年份的功力 一年份的訓練三個卡 解釋完 他省略要很多 過程 直接給你看階段性 對對對就是他每個都只剪一點點 然後接起來 然後看起來就很厲害 然後接下來的對話還是 三德 你花了五年就已經掌握 原來剛才已經過五年了 對就是他們用台詞去告訴你 花了多少時間 可是他 在電影裡面真的只花了大概幾分鐘就 全部都講完了 對然後呢 就是那個 少林36房 就是 一個那個蒙太奇的結合 就是因為他整部電影大概有 一個小時左右都在講他練功的過程 所以這一個小時 可以說他是幾乎是一個小時份量的蒙太奇 然後呢 我覺得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 我們在周星馳電影裡面可以看到的那些梗 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跑出來 應該是說周星馳 音的電影應該是拿那個東西當梗 像是十神裡面 我們那個時候 中國廚藝學院 哪裡 少林36房的飯堂 少林寺廚房 少林寺的廚房 在講這件事事實上很明顯就是拿那個36房 然後後來這個 蘋果小姐在一開始 片場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有提到說 他覺得那個36房 的那個什麼 山德大師 很像十八童人 事實上我覺得根本就是 因為你 雜八打人 行氣散 你知道的那個動作 我還記得那個什麼 打打八當 長期威孫 我完全會唸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那些話什麼意思 我只會唸 就是我們對於台語的那個 最簡單 每句話聽起來都好有力 很厲害 但是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你知道嗎 對 聽起來就很強的感覺 你知道 對啊 那 那個時候那個時候好像那個舞 那個少林的那個 硬硬工 你知道 大概那個我覺得那個的那個 你對那個東西印象就是從那個什麼 劉家輝來的 劉家輝看起來就是一個練得很壯的人 你知道 很硬堂功夫的一個人 他不軟 他不柔 對不對 然後他的動作感覺起來全身都在包巾 動了頂多是金 金屎而已 就是你可以感覺起來他隨時都在爆巾的感覺 對 就是 好像很用力啊 頭上都清晶沒 對啊就是 後來有人提到說劉家輝 那個什麼 拍完36房以後幾乎他的那個標誌鏡頭就是光頭 就是 那個時候他後來就是一直都在演光頭角色 都是武僧啊 都在演武僧這個這個形象 對那 我其實看完36房以後那時候其實覺得哇劉家輝很帥 他其實即使在1978年的這部片你還還是可以感覺起來他我眉清目秀眼睛很大 他的眉毛也很濃厚 基本上來講他是一個輪廓非常深的一個眼 一個一個人 這一點就是那個早上以後來不是有 我 是誰提到了 講說劉家良跟劉家輝好像是演那個什麼 不是親生 其實你知道我後來看 他們好像是結敗關係 是結敗關係 他不是親生 他們只是結敗關係 對因為長得真的很不像 這個劉家輝跟劉家輝都有講過 他 當初那個劉家輝加入 劉家輝底下劉家班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有講說 他們每個加入的只要說你是有在那裡有發揮 然後之後開始 陸續就是有一些比較 單人要職或什麼那些 那就是開始正式敗入門下 那你就是 以劉家的人的名義出去 劉家班 我剛剛查了一下 我看到他們說 劉家輝是劉戰的乾兒子 然後劉戰就是劉家輝跟劉家輝的哪怕 所以他們頂多只是算是就是乾兒子之間的兄弟關係 沒有乾兄弟的親戚 異兄弟的關係 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覺得 其實劉家輝 他其實是一個那種很容易被人家記住的一個 一個演員 他長得太 令人印象深刻 然後呢 就在我有這樣子的感覺 我在看了少林大本大師 就是 哇那個我的那個什麼三關突然間 為之一心 因為劉家輝在少林36房裡面是演一個 很 剛正不阿 很嚴肅的一個 一個一個和尚 可是在少林大本大師呢他 那個什麼演法完全不一樣 他是演他一開始是演一個招搖撞騙的人 就是演一個不會功夫的人 然後所以前面三前面電影的前面30分鐘是 很喜劇的 就是這一群人那個什麼 就是這一群那個染布房的人然後 要那個什麼要去框騙他的那個什麼他們的上司 所以他必須要假裝假裝因為那個 劉家輝 要假裝成他在上一部電影裡面所演的那個什麼 三德大師 對他就自己假裝成三德大師 因為我那時候看的時候覺得很幽默 你知道嗎 就是 同一個人然後演 假扮三德 演出一個那樣 他要假扮他上一部可是他明明就是上一部的主角啊 可是他演得很可愛 因為他在這部片裡面他不是演 剛正不阿的那個什麼不苟言笑的 他就是一個小人 對他是演一個 然後還在裡面會那個什麼會跟女生在那邊 欸我不那個時候 裡面會英紅裡面就聽說 因為他要那個時候他要去學武功的時候有沒有 旁邊那個女孩子是會英文 然後說 欸好棒喔 然後就要爆他 然後爆他的時候 劉家輝說 你不可以抱我因為我已經是和尚了 那個嫂不可以親近女色 讓他把這件事 當成一個這種玩笑來講 然後那個 接下來他去學的時候去學搭棚大師的時候就是演一個也是演一個那種 很想要學招數然後可能要偷偷去學 然後或者假裝自己是 假裝自己其實是和尚 把自己頭髮剃光他其實在嘲笑他自己的身份 他有點在嘲笑他自己的螢幕形象 對那 那一部我覺得很有趣因為他有點在顛覆他過去的東西 他在顛覆他過去36房裡面的那個 拍出來的那個 我們對他的刻板印象 而且他還做得不錯 就是我 好可愛喔 就覺得很幽默 然後到最後呢那個什麼他在打他在打那個搭棚大師說 劉家兩幫他 幫這部電影所設計的這些動作 跟 上一部電影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他上一部是那個時候可能要 然後 硬巧硬碼 政權攻擊 投槌 然後就是 直接打 這樣子 然後三節棍這樣揮下去 這樣子 那那個 可是到大棚大師 又變成那種 捆綁技 你知道嗎 因為他 他 真的有去設計出來一個動作 一個 一套 招數 然後這個招數 他的那個經驗使然然後 然後 然後他變成了這個東西 這就是上個禮拜他們提到的都說我大概到劉家良 他的那個電影的特色 就是他會開始去 把那個 武術啊 武術這個東西本身有故事性 就是 我先 先搭棚 然後我才會有一個 那個什麼 捆綁招 然後 他後來變得有因果關係啊 事實上那36房就已經這個樣子 他最後打的時候 他最後在打打大魔王的時候 他用的東西全都是他過去在練的那些那些招數 什麼那個什麼把棍子抬起來啊 或者是那個什麼 把石頭丟到井裡面 然後有水用那個水去洗頭 這樣子 對那我其實覺得就是你 你不用 他不用講 你就 他剛剛那個什麼電影的一開始他有用這個東西點 我看到他的動作是這樣然後清清楚楚的讓 很明確 很明顯讓 然後呢到霹靂石姐啊 霹靂石姐其實我 其實我是不喜歡的 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 霹靂石姐我其實覺得 那個什麼霹靂石到了霹靂石姐我覺得這個故事變得有點 有點鬆散 除了那個什麼蘋果小姐之後還有誰看過霹靂石姐 我也看過啊你有看到霹靂石姐 我覺得霹靂石姐有一點像是那種那個什麼 可能跟那個 小猴手演的一個角色 讓我很不喜歡有關係 因為小猴手演的那個角色是 方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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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那種很頑劣的人 玩劣到讓我覺得他就是只會的麻煩而已 然後而且很不講理 就是真的只是他自己不爽就打人 就很像我們 很像我們現在外面看到那種好有動盒的弄小流氓 然後又很笨就很容易被人家騙 然後到最後這個旁邊的人想要管教他全部人都被他脫下水 然後呢本來以為 這個 角色會有一個成長曲線之類的 你知道 我本來以為方勢玉這個角色後來會 會知道那個什麼 會知道要那個什麼就是發現自己錯了之類的 就沒有他一路打到最後面 他都是那個個性 他沒有變 他就是從一開始 可能泰國完略然後被送到少林寺然後後來從少林寺摸出來 然後跑去看那個什麼元宵登節 然後就被人家設計 設計利用然後以為那個什麼 就是他討厭的那個什麼 三德 因為那個劉家輝繼續演三德 在在霹靂時節裡面演那個36房的主持 這樣子 到最後一路被狂騙然後讓師傅下來就他然後所有人深陷險險進到他還拼了就是後來的老機一群人那個什麼話先為一之後電影最後結束在 他還是想偷懶然後那個時候老那個三德衝進來定格畫面定格然後就結束 然後我的時候覺得這個事件沒有結束 我覺得他沒有一個完整的結束他就是一群人大鬧一番以後這部片就就就就拍完 你知道 我跟你講如果你覺得小猴這個這個演員還不錯的話有沒有 你多開一些店你會發現他其實有一陣子 他是被 有點包裝成邵氏的花美男的角色那種感覺 他在某些那個邵氏的店裡面啊 他有畫影影 然後穿的那種白色的那種 那種公子偏偏裝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很好玩你看更多人就知道其實 他之後很多很有趣的扮相 他演過蠻多角色就像你說的就是那種 比較頑皮比較欠扁的小朋友或是說 在旁邊出怪主意的一些小角色那樣子 的確蠻多的 目前看了 有三部有小猴演的電影就是 啊不只三部多勒 對沒有我說我目前看了三部 我必須 從這三部裡面去 去講 講我的感覺 這樣子 他在少林搭棚大師裡面還是一個那個什麼 還是沒有主要打動的 那個拐腳的乞丐不是嗎 他是一個爆牙的 他是一個爆牙的 爆牙的一個就是 拐腳好像是他哥哥 拐腳 他哥哥基本上也是就是 但是 搭棚大師基本上還是劉家輝的主場 那幾個其實偶爾只是在一些追趕跑跳碰的時候在 在裡面擔任輔助 但是你可以感覺出來他就是有精 他們是有身段的 其實他們都幾乎就是你看這一批的有沒有 這批看起來演比較熟的這一些 港星啊 烏打港星 他們其實幾乎都有輪流當過主角 簡單講就是這一群人有沒有 可能這部電影是他跟他當主角 下一部電影是他跟他當主角 他們其實就他們都這樣輪過一輪 你知道嗎 你看你越靠越多你就知道了 但是連續看三部就可以感覺起來他們其實是有那個 不過 上個禮拜的那個 我講紀錄片裡面有提到這件事 他說少士其實不喜歡捧明星 就是少士 不希望那個什麼觀眾那個什麼喜歡 某一個明星 所以每當這個明星可能要開始 要被大家關注的時候他們會 立刻把他 那個什麼 就是把他拿去當配角之類的 然後這個 到家和這個間公司出來的時候 才 改變這件事情 因為家和 是以明星為主打 家和的那個誕生其實基本上第一 第一炮的李小龍 然後後來就是洪金寶啊然後成龍啊 這些人 對那 不過這個是那一支紀錄片他們所講就是他們所 提出的觀點 並不一定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來然後 我可以像霹靂這三部電影啊就是 36房大棚大師到霹靂世界 你可以感覺到裡面有一個不一樣的比較明確的點就是 到了霹靂時節劉家輝的那個 已經很配角 霹靂時節的那個基本上是一曲就是劉家輝 所以的那個山德大師他手下的那就是他的那個徒弟們 的故事 對然後呢 那個什麼 剛剛剛剛那個什麼蘋果小姐所提到的那個那個女生啊 也是在裡面有非常重要的 的戲啊 所以到最後是以群戲為主 那當然最主要是小猴跟那個什麼小猴啊小猴在裡面其實是最最明顯的 因為你可以感覺起來 就是你可以感覺起來他的身段很厲害 對 裡面有很多是他自己讀 就是翻進來 說真的這一批人 這一批 這批演員都很厲害 對 沒有那個那個真的蠻厲害的那個你可以感覺起來 都很厲害 都不是 都不是等賢之輩的感覺 對啊 然後 所以我所以你剛剛講說他們在那種跳下來的 就是跳下來那種感覺我才想到說 我怎麼好像印象中他們跑酷好像也是看 就是傳統公務片去學來的 我才有這種印象 因為真的都很厲害 那時候應該其實因為1978年已經是後下後李小龍時代了 就是李小龍已經出現過 因為李小龍的出現其實把那個什麼整個港片 的節奏突然間 就是那個 那個是另外一個故事喔 就是他 他是踢腿 在那個螢幕裡面踢腿速度最快的 所以他的打鬥跟那個就是他們有提到說那個什麼 李小龍的打鬥是很講究那個節奏跟韻律的 那之前的打鬥可能是那種很 一招一招一招的 那 到了那個什麼劉家良 劉家良其實基本上還是一招一招一招的 可是他把節奏變快 然後裡面有比較多的特技 有比較多的特技場面 可是這個這個打鬥其實蠻厲害的 你還是可以發現說這些人 好強大 很可怕 我再補充一點好了啦 就是 有關於功夫片這部分有沒有 因為我們可以稍微簡單中國分類好了 就李小龍還沒出來之前 我們分上個節奏 你所謂的傳統的邵氏功夫片 然後李小龍時代 成龍時代 傳統的邵氏功夫片 他們其實就是把傳統武術的一些 套招 然後基本招式 然後想辦法用 電影的方式 然後剪接或幹嘛的 然後看起來超級威超級有趣超級屌 所以你看像什麼 那個那些 東蘇他那些 你覺得看到很傳統的 他一開始拍都是比較傳統的武打 就兩個人套招 然後 一招一次兩方這樣對來對去 然後還有一集他們那種叫做18班武藝 就是會什麼武器都用 18班武藝好像就義合法那個故事 對對對 然後什麼都用 對對對 然後完了就是他們東西全部都弄過一輪之後 有沒有 就差不多到了時代的結尾了 時代結尾之後呢 就開始就李小龍進來了嘛 李小龍進來之後就把那個 比較便宜就是MMA的 李小龍變成MMA支付嘛 MMA就是自由 就是那個 MMA全名叫什麼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那種 帶那種 肉質手套的那種自由勃擊 無限制的自由勃擊賽 他用那種方式把帶進來之後 會讓那個所有的傳統國賓看起來感覺很弱 因為李小龍在打的感覺會比較 雖然他們那時候套招沒錯 可是他是打的會比較像是 真實的那一種打 然後再經過美化 對剛剛 聊天的時候講 傳統的邵氏功夫片還會把那個 細節的東西加進去 所以就是很傳統很傳統 看起來 他把很傳統的東西看起來很棒 但是李小龍是把 真實打鬥的東西 弄得看起來很棒 所以那一段時間就開始有 李小龍自從李小龍去世之後 其實李小龍還在的時候就很多的模仿李小龍的招式了啦 然後只是說這個風格其實很難 很難真的被模仿到 因為畢竟太獨特了 接下來就變成龍的時代 成龍就把功夫跟搞笑 還有現場的東西都結合起來 如果 我大概有在看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分大概這三個時代啦 小分子就不講 小分子就更多了 對啊 這個我其實覺得劉家良他還是有承襲一些戲曲的風格 因為光看你那個十八版武藝 十八版武藝其實還蠻戲曲 是啊 因為裡面有那個神打 然後或者是發功 然後裡面前面還有一段是 我覺得那個前面那一段真的很像那種三叉口那一種系 我高中的時候曾經那個什麼有那個巨巨團到我們學校 然後表演了一場三叉口 然後三叉口的內容是什麼 三叉口事實上就是一個 兩個武生 一個是 暗的一個是小偷 然後一個是弄 那個時候正派武生 然後兩個在一片黑暗當中 然後 互相打對方 就是他們不知道對方在哪裡 然後都看不到 然後就在那邊互相攻擊對方 然後都看不到 然後可能翻來翻去這樣子 對那 事實上那個十八版武藝 裡面有一段真的很像那種東西 就慧英宏說演的 那個 那個 是慧英宏沒錯 慧英宏跟那個小偷 他們兩個人就是都要去 去 他們都要行刺一個人 然後都要行刺一個人然後在那個什麼那個客棧 那個樓頂 就打起來 然後 又不能被下面人知道 然後兩個人那個時候要出一邊沒有那個時候下面人以為說 上面是老鼠跟貓在打架 所以他們必須要一邊 那個時候發出老鼠聲音跟貓聲音然後一邊互相打 然後下面人就在懷疑他們就是裡面前裡面有好幾段戲都是這樣子 對就是很幽默的方式 那個其實我覺得真的有點京劇的那種那個什麼 那種延伸 我自己覺得因為我必須我在京劇裡面有看到過這種東西 他這個東西好像從京劇那邊來了 可是他們在打鬥的時候 但是劉家良的特色是他們打鬥力道看起來更強大 對像18版51的最後是劉家良自己跳進來打 他演了一個角色叫 呃宇伯 對就是雷公啦 大家要 大家追殺他然後說他是雷公嘛 但是他 就隱姓埋名叫宇伯 那 其實很明顯 劉家良 對就劉家良 對劉家良 而且很好玩的是 追殺他的還有一個帝在劉家榮 對 然後就是最後就是劉家榮跟劉家良打 對 他們兩個大對決嘛 我覺得他們兩個好像 因為他們兄弟 因為前面一開始就是 有點搞不清楚 那你就真的會真的有點搞不清楚以為誰是誰 對後來 他們就順水推說他們在裡面是兄弟這樣子 然後最後是兄弟要對決 然後 那個時候每次一拿出什麼東西的時候下面就寫一行字說這是什麼武器 三結棍 單刀 月牙鏟 然後下面就會傷子 就告訴你說月牙鏟來了 十八般武藝 但是那個真的打得很很過癮 你真的覺得哇靠這兩個人好厲害 其實看起來真的很棒 看起來真的很棒 沒錯 就是你那個即使到現在看你也是不過時 你還是看起來覺得是一個很厲害的表演 如果 就是 你可能沒有接觸過 如果大家有看過就是自己的學校 學校會有國宿舍 對不對 其實國宿舍 他們基本上練的就像這樣子的東西 國宿舍 你已經進入國宿舍之後啊 老師就會先看你 你的身材 你的那個 身體素質怎麼樣 然後來跟你講說你 你比較適合練長拳 你適合練大刀 你適合練想刀 你適合練有的沒的 有沒有 你適合練棍 你適合練什麼的 會讓你就看你的身材素質來決定 來推薦你練什麼比較好 然後他們就專心練某項專長 有沒有 所以而且他們打的套招基本上就一根 你看到的燒烈很接近 對 那個有人提到責准 我差點忘記這件事情 要講責准 那個什麼在看那個 少林搭棚大師的時候啊 因為少林搭棚大師真的是比較 不正統的一個 功夫片 就前面比如說像18般武藝啊 霹靂時節啊 像是少林36房 全部都是一些傳武 都是一些那種那個什麼 三節部已經算是很創新的武器了 對不對 然後到大鵬大師 是非 非正統的那個人打非正統的人 因為 少林搭棚大師的男主角就是劉家輝所演的那個角色 是一個 偷學 然後那個什麼搭棚子有沒有所以是 他最常做的事情是綑綁技 就是把人家的手全部集合在一塊然後拿那個什麼 然後那個那個草繩把他綁在一塊這樣子 對然後或者是用很奇怪的肢體他可能倒掉然後拆你的罩這樣子 然後他的對手呢 他的對手 我真的覺得他對手真的是 那個其實不是折的那是長逆 那是長逆 可以折的長逆 但是他那時候是可以折的 但是我 我其實覺得他們設計出來的一個 因為他的對手那個大魔王是 染方的老闆 染方的 最後大老闆 所以他們幫他設計了一個長凳 也就是說這個人平常是坐在那邊的 他可以把他坐在那邊的東西拿來當武器打 我其實覺得他有點故意的因為他是 設計了一個這是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拿什麼當武器 拿椅子當武器 這樣子 對然後 我真的覺得後來就這麼變成石神的那個什麼 天下第一武器 對 折凳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折凳那個 那個什麼他那個老闆坐在那邊的那個動作 如果你把那個什麼 石神裡面那個食品的那個話 拿來套上面 一點都 不違和 你知道嗎 就好折凳 平常呢 還可以當椅子坐在後面隱藏了殺雞呀 那一段 對 那個那個老闆坐在那個山 在那個搭棚大士裡面坐在那邊就真的很 很有那個味道坐在那邊 這樣子 隱藏了殺雞 他沒有把他武器拿出來用 然後可是後面他打的時候他其實還玩了一件東西 就他不像石神那樣是 很粗暴的直接拿來打人 他在裡面就是還有凳子會那個什麼會折起來 然後幫你包起來 超強的好不好 就變形金剛 那個折凳可以當那個什麼 可以折可以夾可以 情拿手啊 然後什麼 然後一開始那個什麼我們還擔心他會輸 然後我們還以為 男主角會輸 他裡面有 有幾段是 他沒辦法應付這個東西 因為他那個武器太奇怪了 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個武器 然後而且我也覺得那個大鵬大師那個時候還蠻有趣的 因為 三德大師去跟他講說你要把 彭拆掉才可以下去 然後可是 男主角沒有沒有把彭拆掉他就下山 也就是他沒有學成 他沒有學成就下去打 然後結果這個這個竟然就成功了 我本來還會想說難道後面還有一個他打不贏然後要回去 把彭拆掉然後才 回來再挑戰才打贏的這種 沒有他就直接把他解決掉 你知道嗎 故事講一半而已 有什麼意思 少爺好像都有這個味道 你知道嗎 那個36房也是啊 就他好像沒有真的完全學成 因為 少爺36房也有暗示一件事情 就是他 35房有一個房他沒辦法學會 有沒有 他一開始就說他要去守房 他要去打35房的第一房 就他第一房是念經的 他完全聽不懂 完全不知道我無法進入這個狀況 所以最後少爺35房只有一房他沒有辦法當那個當裡面的主持 其實我覺得這兩部片都有暗示一件事就是 雖然主角最後打贏但是他好像功夫沒有學到最厲害 就是我覺得他有點故意 遺憾的美嗎 沒有他其實 你講法就是 傳統的那種武器 武術電影不管說是功夫片 或武俠片也好 他有一個 算是 到後來算有點不成文的一個傳統 套路就是 師傅會留一手 傳統的一個套路 師傅會留一手 因為 就是根據武俠小說的那個套路的說法是講說 他是說徒弟學會了以後 名震天下 然後 可是始終被人家記得說 我是誰的徒弟 所以我要超越師傅 就是我要殺了師傅 所以師傅要留一手 這不是武俠的故事嗎 沒有說殺了師傅吧 或是打倒師傅 我忘記是哪一種說法 反正就是 師傅會留一手就是怕徒弟回來找他 不過目前我看到幾部片都是 都是徒弟沒有學成就下山 就是好像那個什麼感覺起來你要把他練到 很厲害好像是還要再 還要再多 我想要一代宗師 一代宗師他最後不是有一個留招嗎 就是什麼 老圓掛印什麼什麼之類的 也不是留了一手 是他的徒弟其實沒有參透 他一直以為重點在前面就重點在後面 然後他的女兒就是那個那個誰 那個誰演的 張子儀 張子儀演的他有參透到這一點 所以最後他贏 其實 在裡面講是說師傅其實有教但是 你沒有參透到那一點 也沒辦法 對啊 好吧 我們那個 透過那半個小時以上的糾結 然後回來 我覺得應該快一個小 打捧大師 我們還是畢竟 聊了這三部片嗎 對不對 還是不錯的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有一個孩子 今天就要考慮 有一個孩子 今天就要考慮 有一個人 從你勇敢的孩子 快到自然 都能希望 他靠心 看完體 心情善良 好